《爱情保卫战》 来看一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余继静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情感导师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情感导师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来吧 了解一下这队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们结婚已经快两年了 我觉得我为了这段婚姻付出了很多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老公对我越来越不关心了 很少陪孩子玩 也很少跟我交流 他只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次都觉得是我在抱怨 对我讲道理 好像都是我的错 我当初背井离乡 为了他来到这里 可是他却这样对我 让我真的有些寒心 这样的婚姻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坚持下去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许先生 26岁 来自浙江 公司职员 有请许先生 有请苏女士 24岁 来自甘肃 全职妈妈 有请苏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委屈是吧 对 今天主要是苏女士来吐一吐心里的委屈 据您的描述说 自从您答应嫁给对面这个男人之后 这家伙就变了 对的 他的变化来自于什么 我答应他结婚 准备那个婚礼的时候 也正好是要过年的时候 家里就来了很多亲戚朋友 他就跟人家打牌 也不理我 过年难得一次机会 我跟朋友打下牌 他就觉得我耽误事了 但是我一个人在你们家 人生地不熟的 又没人跟我聊天 我一个人在那里尴尬不 当时我跟朋友打牌嘛 然后他就板着张脸 我还不是因为叫了你那么久 你都无动于衷的 当时他就生气就转头就走了 然后我后面就跑过去就安慰他 但是他来他一生气就特别拒 哄了他好久也没哄好 我后面就跟他去车站接他父母嘛 他车站还在那里生气 我当时为了表决心 我说我把钱 钱包都交给你管 然后我把钱包递给他 他一甩 他就把钱全都给甩出去 当时我就不开心了 我叫你那么久 那我生气 你一哄我 我就要立马好嘛 对我生气也就算了 当时我们在马路上生气嘛 然后我们村里的人开车都路过 看见他了 那我生气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你村里人 要从哪里路过呀 那你生气生活得了呗 行这个 生活里面就都算小事 不能就认为 这个家伙就变了 我知道这个新婚的夫妻啊 一开始还都挺甜蜜的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变化时期 就是妻子怀孕了 要生娃了 这个时期变化会比较大 你们家一定也是这样 对吧 我生孩子的时候 在医院里 我是抛妇产 然后生完孩子 我要喂孩子奶 刚开奶吧 就特别特别痛 我就有点不想 这次她先年的 人家 romance 怎么办 为什么 人家 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每次她抓鱼睡不好觉 第二天就要吵架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凌晨一点钟出门去抓鱼 然后到五点钟回来睡觉了嘛 那第二天早上八点钟 她就带着孩子过来看我 我睡觉吧又浅 那她一推门进来我就被吵醒了 那你说我心情能好吗 后面我就不让她去抓鱼 她抓的那鱼好吃吗 不好吃 那不是给你补绳子用吗 补啥绳子啊 你看我这样需要补吗 还有别的让你觉得她对你不好的吗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就意外流产 等我休息了三四天的时候 她要去摘羊梅 那不是羊梅熟了 我想给你摘点吃一下嘛 那孩子谁带呀 你有考虑过我在家里带孩子的感受吗 孩子上午要睡觉嘛 趁孩子睡觉这段时间我去摘个羊梅 正好也是我兴趣爱好 这样的话你也能吃到羊梅 是吧一举两则 那孩子那几天正好她也有点感冒 特别黏人 没事就爱哭 就要我抱着她 而且孩子当前也不太给累 就睡了一会儿 那我咋知道吗 你就不应该有要去摘羊梅的这个想法 羊梅好吃吗 我觉得挺好吃 摘回来你吃了吗 没吃 一颗都没吃 当时回来我就生气了 我就没吃 就这羊梅愣是一颗都没吃啊 是的 委屈得很 是的 除了她不帮你帮忙带孩子之外 生活里她表现得怎么样 对我是一点也不关心 对孩子也不关心 然后就是她也是脾气特别大 有一次我就 那你上夜班脾气能不大吗 有一次我下午 孩子起了 我要为孩子吃饭 然后我自己也有点饿了 我就吃了一包泡面 然后她回来看了那个泡面袋子 就问我 你吃晚饭了没 我说我没有吃晚饭 她说那你这泡面怎么回事 我说我晚上没吃 这是个事儿吗 你说没吃 她说你那泡面怎么回事 你说我中午吃的饭碗 没吃赶紧弄饭不就得了吗 因为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 我就是不让她吃泡面啊 就怕对身体不好嘛 当时是我为啥生气啊 就是我问她晚饭有没有吃 第二句我说你有没有吃泡面 然后她就跟我说她没有吃泡面 她就特别怕我 我说的是我晚饭没有吃泡面 啊 她就特别怕我骂她你知道吧 那这天 你是在生活里老骂她吗 经常说我 那也是你犯错吗 我犯啥错了 就吃个泡面也不算就错是吧 我就觉得一点小事 你啥好撒谎的吗 她还是要跟我离婚 那还不是因为你这几天连续撒谎 我就觉得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撒谎啊 我每次有点小事 你都撒过些什么谎 就比如说 她让我把那个菜跟水果放冰箱 然后我就突然就孩子哭了闹了 我就弄 忘了 忘了 然后她就回来 问我你放了没有 我就说没放 然后她就要说我一对 这不叫撒谎啊 她觉得这就是撒谎 你明明没做的事 你还跟我说做了 那我能不能怪她吗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撒谎呀 就是你每次说我 我每次跟你讲了 那我给你讲实话 你都要说我 我还要跟你讲实话吗 那没做好事 我还不能说你吗 多大点事 还要跟我离婚 多少心啊 当时我就觉得 这几天老是跟我撒谎 我问她 她又拒不成了 你还理直气壮的 我当时气了 就把那个垃圾桶 就直接往地上摔碎了 这个俩人脾气都不小 你是真想离婚 还是又说说呀 因为我每次都是跟她说气话嘛 她脾气也这样 我脾气也这样 我就是每次想吓唬她 每次都是一点 这个人在你们家 是不是就老摆那个当爹的那个权威 老命令你 是 就是她要想干的事 她通常会一定是有理由 是要逼着你干的 是吧 对 因为刚才你说的这些小细节 我们也就男生的发火 是来自于 她用了个词 我吩咐你的事 你没做好吗 她吩咐你 吩咐的最过分的事情 你觉得是什么事情 有吗 有一次就是孩子的餐椅 吃完饭嘛 有点糟 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急着出门 她让我把那个餐椅擦一下 我是用纸擦的 她就是非得让我又抹补她 然后我就觉得擦一下就好了 那也是急着 这都不是事啊 重点是她生气了呀 直接把餐椅摔了 你为啥不擦 我是安排她做的事嘛 我自己抱着孩子 我说让她去做的 有前提的 我抱着孩子 她就觉得委屈 我就是让她做完一件事 她就一个事 如果说打一百分 她就做个四十分 做个五十分就行了 我就觉得她没做好嘛 那我能不生气吗 那你委屈是吧 对 还有啥委屈事 她让我吃苦瓜 非得逼着我吃 每次给她炒一大盘苦瓜 她给我夹几筷子 她就不吃了 那你说我欺不欺 吃不惯是吧 是的 她除了逼你吃苦瓜 还逼过你什么 还有一次 我们就去特别玩 鞋子弄脏了 在那个马路边 找了个水塘子 水塘子里面 有很多那个小蛤蟆 我个人就是对那个蛤蟆 特别特别恐惧 她就是明明是知道的 然后她看到蛤蟆 我就当时想让她 把我抱到那个马路边去 我当时不是想锻炼 你的勇气吗 我都特别特别恐惧了 你还锻炼我的勇气 在说我一个女孩子 要那么大勇气干什么 既然嫁到南方来了 南方有那么多蛤蟆 要是以后抱个孩子 你咋办嘛 你把孩子甩出去嘛 我就想着说 我说锻炼一下她的勇气 她倒好 她就 你是怎么锻炼她的呢 做了只蛤蟆给她 没有 就是平常有蛤蟆 就把我放蛤蟆坑里 啥蛤蟆坑啊 就蛤蟆多呗 蛤蟆多不是蛤蟆坑吗 这会我就身体了 自己鼓气有去跑出来了 我本来说就是两个 只能打琴霸跳一下 我吓你一下 打琴霸跳 什么事都可以打琴霸跳吗 当时我都在求你了 挺好的一对小鼓气啊 今天来到底干啥 我听了我觉得不就是 这个孕后的一些情绪反应 然后小夫妻不挺恩爱的吗 老是觉得我现在对她不好 那我也觉得我也没变啥呀 是吧 行 你对我不闻不问的 还不变然 你觉得她对你不好了 是吧 你打算跟她离婚 也没说离婚吧 就是调节一下我们人间的矛盾 哦 是你要来调节的 对 你觉得你们有问题吗 我觉得还好吧 行吧 你们听听四位老师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彼特问卷 那我们先说这个南方啊 叫三缺 第一缺呢 就是我觉得你缺爱了 表面上呢 你觉得你是对她好 但是我看到的是 你更多的是一种命令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蛤蟆那件事情 在我们心理学里面 那叫冲击疗法 她害怕 那就让她冲击一下 但是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我们得事先达成共识 我们用这个快速的方法 有没有效果 但是你用那种方式的话 一下子把她搞恼了 让她更恐惧了 所以她以后见到蛤蟆 比原来更害怕了 刚生完孩子 你就跟她发脾气了 那个女人那时候 最脆弱的时候 你怎么能和她吵架呢 这个时候都是你的粗心 表面上看呢 你很多地方替她去着想 但是你的细节不够 所以说呢 你的这份爱 在她那里来讲的话 是缺失的 她没有感受到 第二缺 夫妻因为生孩子 害怕这个什么压着孩子了 或者是因为影响睡眠了 等等原因 只要是分床睡的 这种夫妻 大多感情不良 因为你在一个床上睡觉 那么对孩子的照顾 你能感同身受 要不然的话 你就会觉得照顾孩子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 尤其这个期间 男人可能对孩子的感情 就没有那么的深 不是自己心的照顾 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 两个人还得要同床睡 第三我觉得是缺陪 那么听刚才说 对孩子的照顾 好像是互动比较少 对孩子教育而言的话 负爱的影响 对男孩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不跟他互动的话 别看他小 那么慢慢的话 他就会觉得 爸爸可能不关心他 不爱他 也会同样 像你爱人一样 一种缺失的感觉 所以他长大以后呢 他有可能缺乏勇气 做事没有认劲 我希望 这些东西你要注意 否则的话 等孩子长大了 你可能后悔就晚了 所以今天借这机会 给你早早的提醒 不要因为孩子小 我就不跟他互动 我跟你讲 孩子在三岁之前 跟父母的关系和互动 比长大以后还重要 谢谢刘老师 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自己亲力亲为 带孩子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我得先为你们点个赞 但是点赞归点赞 婚事你们要结的 孩子是你们要生的 责任就是你们要负的 你说我脾气大啊 我上业班啊 那他呢 应不应该脾气大 他一晚上起来好多次 是不是应该脾气 比你还大呀 你只想到我可以有脾气 他不应该有吗 你们两个共同承担 这个小家庭 共同带孩子 那就要共同承担苦 你的苦你承担 他的苦你还得承担 我见过很多夫妻 他们再难再累 但是真的晚上睡在一起 要一起陪这个孩子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 所以男生在很多时候 只是想到了 哎呀我很辛苦 所以我要去放松放松 这些事情没问题 但是你的表达 你的状态是有问题的 你会让你的妻子觉得 我的苦我自己全都得扛 我但凡有一些抱怨 我老公脾气比我还大 这个是不对的 就这种焦虑状态 我能理解和你产后啊 这个激素等等有关系 但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管理好自己的心 这种焦虑就不会带给孩子 也会带给你的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希望 既然孩子也一岁了 你也能够调节一下自己 把时间安排好 关注一下自我 好 关注自我的同时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带孩子也没有那么辛苦 我还是能分出精力 去关注自己 也能关注到这样子 你不教育了 你平稳了 他也会好很多 你的孩子也会好很多 嗯 是难 但是我相信你们 一定度过这个难关 一起努力吧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珊娜老师 我特别不喜欢男人 觉得女人生孩子 没什么大不了 觉得未来喊疼 就是矫情 觉得照顾家 照顾丈夫 照顾孩子 好 还好 我还好 我们就希望他 很多小姐 都可以转用 我知道 这个好 都可以 忌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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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问题都暴露在生活当中 第二个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为什么贫贱夫妻百事哀 两个人发条都上足了 当两个人发条上足的时候 它带来一个问题 就很多的细小的矛盾就开始爆发了 或者说是点燃了 细小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再演示了 因为弹簧 两个弹簧都绷紧的时候 那个弹簧都已经到极限了 所以为什么川哥一直说 你们不容易就在这个地方 就父母没有参与的情况下 你们把弹簧奔到这种程度 把日子过下来了 把孩子照顾好了 你甚至还又坐了一次小月子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 关键是我看到一点 让我感到很舒服的 你老公居然还挺爱热爱生活的 姑娘 你这个老公找的 虽然沙老师说他有这个毛病 那个毛病我也认同 但至少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不错 这一点你要跟你老公学一下 就是我们也要去热爱一下生活 当然热爱生活的前提是什么 你得帮他带孩子 你得允许你老婆 也跟你一样去热爱一下生活 你爱抓鱼 你爱杨梅 你老婆说得爱逛街 你得给他这个时间 第三点 你不会哄老公 我能看出你对老婆 是有好那一面的 你是想对他好的 但是你没想哄 就我每次哄他 你没有哄 哪哄 你每次都是 哎呀我要做饭给你吃 我不许你吃泡面 我要怎么样 你都是在强制他 你没有在哄他 你用一种强制的方法 对他好 这当然是你的错了 杨梅踩回来 他不能吃冷的 你不能给他榨个汁吗 那我想了他不吃了 你想什么要想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怎么去哄他 什么叫哄 你老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叫有怨言 什么叫有怨言 心有怨气 口吐不言 他心里的怨气哪来的 心里的怨气你给的嘛 为什么你给他怨气 是你没有照顾他 对他不好吗 不是 是你没有爱他们 也不是 是什么呀 你没有哄他嘛 哄人是有技巧的 身段放低 声音放柔 想想他的需求 你这些地方是不是应该被训 是的 你也是 有哄人的技巧 也有吃哄的技巧 你一点都不吃哄 你也要 他偶尔哄你的时候 你要受他哄 为什么训练他嘛 你偶尔哄我一下 我今天开心了 他就明白了 原来这么哄你是有用的 一个人哄人的能力 也是被训练出来的 所以最后 我给你们的意见就是 第一个就是 相互多了解 第二个 要学会 放低身段的去哄人 第三个 我强烈建议 给全职妈妈 建立周末放假制度 和年假制度 也就是说 周末你带孩子 每年有一段时间 你或者你父母带孩子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良好的互动是这样的 我们心里面知道 一个女人当妈不容易 是发自内心地知道 但是我觉得做母亲的 一个女人 应该发自内心地知道 我做母亲 我骄傲 我付出 是我心甘情甘的 我觉得它是一种互动关系 如果脱离了这个互动 大家就不能在一个顾名点上去顾名了 就会互相抱怨 接下来的时间 发自内心地 把谈恋爱的时候的甜言蜜语调动一下 不是不会 不会也追不到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大老远的从甘肃嫁过来 不托你什么 你没有房 没有车 也没有存款 就是为了 你对我好点 虽然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是 我希望你能改 我在社交 现在也没有什么朋友 就每天面对的只是孩子 我希望你也能多一些对我的理解 我们俩人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 发生争执 从最初的争吵 然后到后面 可能说七话要到离婚 我希望就是以后 每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 可以多点沟通 尽量把这种矛盾化为零 然后的话 今后的生活 我我也会更加细心去照顾孩子 不照顾的话呀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就这样 这是真不会 真不会说话呀 这这这这确实真不会 俩都不会吧 小伙子 我教你一招很简单 照顾孩子这句话之前 永远加上照顾你 抱娃之前永远先抱老婆 这两招你学会啊 我跟你说老婆哄得开开心心 真的 谢谢 记住啊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看一看 这对夫妻做何选择 来 请开 快去快去 主动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个夫妻的浪漫时 来各位请见证 老婆 就是 这段时间的话 就是让你受到了很多委屈 因为我上一班 我自己也带了很多情绪回家庭 让你心里感到非常的不愉快 然后生活中的话 对你也缺少了很多的关案 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我会更加的去珍惜 跟你在一起的这个机会 然后的话我也会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照顾你和孩子当中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以前做的这些措施 之前 我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 也希望你能包容 以后我会慢慢改的 改了改我的脾气 好好抱一个 好好抱一个 来请亮灯 哎我最后再问一句啊 现在还怕癞蛤蟆吗 怕 啊 害怕 害怕 还准备带她去蛤蟆坑 现在有蛤蟆 我一般都带她落着走 但是有时候会吓她一些 别吓她了 真的会害怕 真的怕 那都抗拒不了了 你说又要哭 真的害怕 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先把这个娃带好 调整一下你们的关系 让你们轻松起来 在生活当中 然后再考虑什么生闺女的事 好吗 谢谢两位 请飞请飞请飞 真的难真的不容易 但是人家也扛过来了 希望他们加油 找到属于他们想象当中的幸福 来了解下一队嘉宾遭遇了怎样的情感捧祸 各位请看 我不知道她到底爱不爱我 从最开始就欺骗我 和别的女生关系不清不楚的 她到底拿我当什么 每次吵架都是我道歉 我哄她 我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她不能总翻旧账吧 这事难道就过不去吗 我每次都因为这些事情吵架 来来回回吵了无数次 我的脾气也越来越大 我承认我确实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现在做什么都小心翼翼了 生怕一句话一个动作 就惹她生气 她就给我吵架冷战 我太累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博22岁来自吉林学生 有请小博 小华24岁来自辽宁学生 有请小华 欢迎两位 在学校里认识她 在学校认识她 谈了多久恋爱啊 一年多一点 今天是女生要来诉苦是吧 对 是诉苦啊还是分手啊 其实都有点像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 女生说了几大罪证 说男生喜欢骗人 男生还花心是吧 就是我俩刚确定 那个恋爱关系那一天 她送给我一个前任的戒指给我 啥意思 她送了一个前任戒过的戒指给我 然后我看到那个钻掉了一点 然后我后来吵架问她了 然后她才说 那是她前任给她的 当时她还辩解说 和她妈一起买的 我俩那时候 刚就是在一块嘛 我就显示送她个礼物嘛 那我后来不也送你礼物了吗 那你送的什么礼物 我过生日 我俩在一起 过第一个生日 她送了给我手链 当时我看我就是不咋喜欢嘛 然后自己上网搜了一下 结果一看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吧 然后她跟我说的是五十块钱 她连我过生日都送给我一个 就骗我 当时她过生日嘛 我送她生日礼物 然后我送给她的时候 她就直接上来问我多钱 学生嘛 月末那就是没有钱 说太少我还怕她就觉得 我怎么就过生日一点不剩 你送她个那么便宜的东西 然后我就跟她说了是五十来块钱 然后她自己还上网查 别人送你礼物 你介意价格干嘛呀 我也不是介意价格 就是她这个手链大小还不对 不是 我带着老大了 不是我都说了就是那个样式 又不是她就是那样 那你稍微有点心好不好 你给我准备一个合合手一点手链不行吗 那手链我哪知道 那个网上买的也不是就是让零你去买能测试大小的 那买回来我哪知道 你都知道我过生日 为什么就不提前准备准备呢 我那不是提前准备生日当天送你呢 那我月末那就是没钱 她不仅送手链骗我 她连自己去四级考试都要骗我 四级考试是我们学校考试嘛 然后那天是周末 早晨起来我就给她发消息说 我要去考试了 但是后来一个床上待着懒的动态 就没没不想去了 然后没去之后我也就没跟她说 然后就自己在寝室跟她玩了 后来她直到就给我生气 当时她还喊我 就是狡辩在那给我狡辩 这我儿子我这腿就必须打断 你知道吗 大伙这么大呀 四级考试都敢这样 还不跑吗 前面的事不说什么 我就听四级考试这一件事 我觉得一个女孩就应该离开这样的男人 就什么都别听了 仅此一件事情 这人就不可以做男朋友 就这还是一孩子呢 但是后来我也原谅她了嘛 然后她也 所以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吗 一个人可以懒到 可以放任自己到这么重要的考试 是跟自己的人生和前途有关系的一个考试 因为我不想起床 我可以不去 这个绝对不行 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不行 我会认为 这哪是22岁大学毕业的孩子 这就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不能谈恋爱 就此一见就可以分开了 居然你还原谅他了 我还原谅他了 他后来还骗我了 然后我们学校有个和尚比赛 他问我去不去 我说我不想去 然后他自己就背着我去了 那我也不是没问他 然后我问他他说他不去 但是我想去 那你说我去了呗 那我去他又不让 他他你告诉我一声 而且你还找你那个学姐去的 还跟别的女人说 我哪和别的女人说 我那是进那个会场 需要找人才能进 不能就随意进忙 然后我找的是一个学姐带我进去的 我也没和别的女人说 我就看个节目 看完节目之后我就回来了 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瞒那边 那我问你 你又你又不去 那你就告诉我不行吗 那你自己去看看什么呀 去看别的小姑娘 我不就去看节目呗 那你告诉我 咱俩一块去呗 那我问你 你不说你不去吗 那你就说你想去 你也没说你要去 你就骗我了 我问你说你不去 然后我我要去的话 你就不让我去 我才去的吗 那后来呢 后来你大一院新生迎新 你怎么去了呀 迎新是和我一帮 寝室的男同学 我们一起去的 那你还是没告诉我 还骗我 还跟我说是什么 是别人告诉你 那个舞蹈有什么 你还告诉我是别人告诉你的 因为我想去 你那种节目全是女生 你只能又不让我去 那你到底为什么骗我 我就是因为我想去看 你又不让我去 所以我才瞒得你去 你就说你就是想看 别的小姑娘不行吗 我和我一帮男同学去看节目 又没说和别的女的一块去 你们俩学什么专业的呀 我是学原意 我是学计算机的 按理说逻辑能力都应该很强啊 我怎么听你们俩的表述 完全不在一个评点上面 这是怎么谈了一年多恋爱的 我真不知道 还骗你什么了 然后还就是和别的女生 关系不清不楚的 哦就是你说的他还 第二条最壮调是什么 对花心暧昧 然后跟别的女生暧昧以后 我跟你在一块干嘛 我和我班同学就是正常说话嘛 他就觉得我和我班同学说话 为什么就 说话那么就是语气那么好呗 像什么 然后他然后他就说 后来之后因为一些 就是看我和女同学说话那些 语气吧 然后他就把生气 让我把那些女同学都散了 什么是让我让你 是你说可以杀的 然后我才杀的呀 那不是因为你生气吗 那不是因为那些事生气吗 因为我生气 还是因为你想杀你不想杀呀 那杀那我不杀了吗 我不想杀我杀他干嘛呀 你杀完之后你又加了呀 就加人家女同学的话 也就只是跟女同学要作业 我也没跟人家女同学多说什么 那能能有什么呀 你班那么多男的就就就非他不可 我把男的我问了不没有吗 我把女的我也没加呀 你挨个挨个问了 那也不能全问嘛 而且我就问人家女生加要个作业 也没多说什么什么多余的话 也没说要个作业就完事了 那你说你刚开始和那个女的聊天 说出对象的事是怎么回事 那是大意 就富安就账这个事啊 不是 是跟我在一块的时候啊 我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我哪还跟那女生说话了 你跟另一个女的 你跟另一个女的在微信说什么 她说让你出对象 那是我俩没出对象之前 和佳琪在家 我跟你聊点 那就是评论 那你是不是和我聊天 那也没下文了呀 没下文 对啊 你说完出了对象就没下文了 对啊 那我也没看你这事啊 然后就和我出对象了 那我不和你出对象吗 那你是怎么同事出两个 我和人家都说了 你都说没下文了 我和人家出什么对象啊 我也是搞不懂的 他天天就无理取闹 不要和那么多女的在一块 那我后来不也都杀了吗 杀了我也没再联系人家吧 天天就无理取闹 我俩出去拍个照也是 出去拍个照片 他就觉得我不耐烦 然后就给大街上给我吵 我给大街上 那也不能给大街上吵 我哄他吧 也不听 就跟他自己耍小性 就跟他一直呛着你 然后后来你实在受不了了吧 然后你跟他喊了一句 然后人家就爆发了个 大街上就跟你喊 怎么拽也拽不动 然后你想把他拽到旁边 好好跟他说吧 他想他也不也不去 那不是你态度不好吗 我好好跟你说 你又不打理我 我就一直跟他呛 谁受不了 我不打理你 我哪抢你了 我不打理你就喊我 你一直跟他 你想你喊我多少回了 那不是因为你先喊的 我跟我跟他呛什么 我喊你什么了 我喊你狠狠吗 就连我俩刚 这刚到天井 跟他拍个照片 然后我俩把他合照 拍完合照之后 他就去自拍了一下 我在旁边抠了个手 他就说 我为什么不耐烦抠手 我抠了一样怎么 我得原地等你有错 抠了多少次 你不想想 你手非要抠 那我当时手呢 我抠一下怎么了 他就这样跑 我离他都没有两米 也研究发脾气了 要给大街上就哄不好了 就一直跟他呛 呛你 然后呛也是 就呛你不好死了 之后你就哄不好 要喊一句呛言就不行了 那你想要你喊我多少回了 那不是因为你 那样是跟我说话 我想喊的吗 就我这样说话 你就非要喊我 与其好好的跟你说话 你好好跟我说 那不就完事了吗 那我一直不说话 你也喊我了呀 你一直不说话 我没哄你吗 哄你也不好死 那怎么哄他好死 你就非要跟他一直呛的 我那谁受得了 我我我来一句啊 我现在很烦 你可能安慰我一下 可是22岁 24岁的青年财俊 和24岁的年轻嘉丽 在这么大一个舞台上 就为这点破事吵 你们这是谈恋爱吗 我也不想吵我 我也不想吵我 他就因为这点小事 总因为这点小事和我吵 他从一开始就反反复复骗我 他骗你你不离开他 但是他有的 就是我俩就好的时候 是真的挺好的 他还勾搭别的女生 你不离开他 你的底线呢 他脾气都那个德性了 你还要人 你的底线呢 那我是真喜欢他 你喜欢他什么呀 他平时就是平时挺照顾 我们就是课程不一样嘛 中午有时候下课晚 食堂人多 他有时候没课的话 也会提前去帮我买饭 就在食堂给您打一饭呢 不是那平时就是很多事情 他也就是挺照顾我的呀 照顾你什么了呀 就有时候我们 您这一二二岁的小伙子还需要别人照顾 不是你都不会照顾别人啊 我照顾他 但是他你照顾他什么呀 有时候就是平时 我们一起去 散了散了散了 二十四岁 确定吗 确定 您未来生活怎么打算的呀 我也不想这么一直吵下去 但是他这样我确实忍不住 就二十四岁 您这世界上除了您还有谁呀 他抠个手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了 听着我真听不下去了 我需要安慰 你们安慰安慰我吗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间 我用三个角色来界定一下 你们俩的走向 第一个角色是玩伴 所谓的玩伴就是 两人在一块他得开心 知道快乐 互相照顾 在情理关系当中 你必须有这个角色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 你们的这种快乐玩伴 慢慢变成了 类似于纠缠的仇家 越吵越大 你们玩不下去了 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痛苦大于快乐了 那就决定在不在一起 如果在一起的话 我们得看看 问题出在哪 有没有解决思路 第二个角色就是镜子 什么叫镜子呢 就是你们都看对方不顺眼 对吧 都觉得对方有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也好 还是你们的感情也好 一定是你们两个 共同制造出来的产物 你先看到 女方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呀 照镜子照出来的呀 我们怎么照出来的呢 在你身上 送 现在的女朋友 前任的戒指 然后你还说了一句 没想那么多 那这个分两层含义 一 真没想那么多 啥意思啊 没想他那么多 你心里不是那么的爱他 对吗 只不过是暂时的一种战友的感觉 第二点没想那么多 那更麻烦了 说什么你傻呀 你承认你傻吗 你不承认 那就是第一种 行了 就这一件事情 你就把一个女人的不安全 给激发出来了 然后又种种的骗 包括刚才主人 听起来的 我们也觉得 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事 好事的事 就这种事 你想一想 他怎么能相信你呢 所以变得敏感多疑 事无巨细 天天你就猫抓老鼠的 那个状态 如果你一开始比较真实的话 你就不会吗 对 所以说 这不是照镜子吗 因为你做了那些事情 照到那又返回给你 所以今天他的这种情况 也是你造成的 第三 互为老师 就是在情感当中 你们有没有彼此促进 对方成长 成熟 通过跟他交朋友 我学到了什么 我收获了什么 有没有 所以你看这三点 我说下来的话 在我看来呢 几乎都没有 那两个人适合在一起吗 你们要考虑考虑了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余老师 余老师 有时候说爱情最痛苦的 因为两个人要互相磨合 可能彼此的词会扎到对方 所以我们争吵 我们不愉快 但是是因为有爱 你们俩也吵 但是爱吗 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吸引 因为对方身上的特质 你们两个倒是也挺互相吸引的 你们吸引就是吵架 就是伴嘴 就是一个人想征服另外一个人 你们仔细想想 你们当中有什么 拿出来可以说是爱的呀 男生更别说了 你送他一个旧戒指 前女友戴过的 你说我没想那么多 是啊 你没有爱怎么可能想那么多呢 爱情就是要不停地在想 在思考 我怎么才能更爱他一点 我怎么才能让他感受到我的爱 你都不想还谈什么爱呀 你们吸引彼此的 就是我们可以纠缠在一块 你一句我一句吵得特别热闹 因为我年轻啊 我有能量我释放不出去啊 我把我的能量放在哪啊 我放在这个人身上好了 我跟他吵 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我们的青春 我们的激情 我们的能量 就要释放在吵架上呢 我们能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换一个人谈谈恋爱 为了他的成长 为了自己的成长 去努力 去学好自己的专业 研究研究你的原意啊 多有意思的事情啊 计算机 也需要你不停地学习啊 这更迭换代这么快 你们的能量都放在哪了 所以我希望真的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青春不是用来挥霍的 请你们换个人去谈恋爱 请你们换件事情去关注 放过彼此 谢谢 谢谢袁老师 来 莎娜老师 拜托各位 大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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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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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就是在谈恋爱 这种吵架是他们谈恋爱的方式 而且有相当一群人用这种方法在谈恋爱 他们所谓的那个谈恋爱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在做侦探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查 抠手的时候是不爱 在查 人去看什么晚会也在查 我就是后来都发现 对 你怎么发现呢 你为什么会发现 你为什么眼神一瞥就看到他在抠手了 为什么那个抠手那个动作在你心里面 能有那么大的反应和反响 能有那么多的东西 因为查不到的时候你在幻想 查得到的时候你又觉得是不爱 你觉得是不爱的时候你又不愿意分手 你觉得可以继续爱下去 这些不是你遇到的问题 姑娘 这些是你谈恋爱的脚本 你以为这就是谈恋爱 你以为谈恋爱就要这么查 你以为谈恋爱就要这么问 你以为谈恋爱就要眼神这么看来看去 盯着他 不让他接电话 这是你谈恋爱的脚本 你跟他谈恋爱这样 你跟下一个人谈恋爱也是这样 你是一座火火山 沿江奔腾 他是一阵小雨 他这阵小雨怎么交得灭你这座火火山呢 你的问题在你内心 你谈恋爱的方法不对 你就不要说了 川哥都说的这个事情简直 所以你们两个人 我总结就是什么 家庭教育出了巨大的问题 没有爱的教育 没有人生教育 没有责任教育 最后把你们丢到社会上 让你们去接受社会的毒打 现在恰好你们大三大四嘛 还没有接受社会的毒打 等你们被打一顿 你们就知道了 就你一个一个司机考试 你为了起早你可以不去参加 你有穿格子衬衫就成续了是吗 像你这样的人在单位里面怎么待 你以后在社会上会有朋友吗 会有人喜欢你吗 这是恋爱的事吗 你们现在不知轻重 无知无畏 无法自控 好我想想吧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啊 我是听得真焦虑 她即使是你男朋友 她有没有权利去看 其他长得好看的女生 我问你 你有 有吧 她有没有权利 发自内心的看一个电视剧 喜欢上电视剧中的某一个 角色 有权利吗 有吗 有 但是就是 你也可以有啊 所以 每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即使谈了恋爱 她还是独立的个体 忠诚是她要尽的义务 对吗 她只要 我忠诚于你 我没有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人性本身 女生也是一样的 你有欣赏美的权利 哪能谈的恋爱 说我们欣赏美的权利都没有啊 我看你们这关系里面太要命了 姑娘太要命了 什么是有尊严的女人 居然敢把前女友带过的戒指送给我 你找不着来人啊 就非要跟她呀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嘛 同样一个道理啊 你受不了她 为什么你讨好她嘛 四级考试 我那天有点困了 我不想起了 你打游戏你怎么起得来啊 太过分了 这就 你好好反省去吧 我建议你们两个人就此分手 重新开始生活 好好读书 没有时间了 自己掂量掂量吧 一起进入真情 其实就像老师说的 还有图事人说的 咱俩在一块的时候 确实就吵了太多次架 我也不想吵 我也忍不住 但是我就想着 就是和你在一块嘛 后来我就觉得真的 就是和你在一块 确实 就是根本就继续不下去了 我也该为我自己 着想 然后毕竟大四了嘛 然后我也想就是 为自己以后努力一些 以前犯了那么多错 我知道是我不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就是为以后自己的人生 就是多考虑一些 然后把为自己以后的人生 做一些规划 咱俩之间经过的那些 就是小打小闹也好 但你看来很严重的事情也好 我希望如果 以后还能做朋友的话 咱俩可以化解那些矛盾 如果以后 遇到不同的人的话 也能把那些毛病都去掉 希望歌曲都好 谢谢两位 你们真诚地面对生活吧 如果你们老跟生活这么开玩笑 生活一定会鞭打你 谢谢两位 请回请 书官们 每一个正在校园里面 享受着校园生活的 年轻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恋爱 那是你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请记住 这是你们生活新的起点 和拼搏新的起点 如果你们认为进了大学 就是人生 一切就到此为止了 然后就是这样 混沌度日的话 那四年以后的你们 也许还不如这俩呢 希望他们刚才说的那个话 是发自他们内心的 而不是因为我们好像生气了 焦虑了 来讨好我们和讨好观众 希望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 一个思考吧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完有提问说 我俩在一起三年了 他呢家里是外地的 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 他要回老家发展 可我不想走 我的父母都在这里 我也找到了以后的工作 可是呢 他要我必须和他回家 而且还让我以后当全职太太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分手 可想起这些年的感情呢 又放不下 现在也没有主意 你的人生重要 还是这段感情重要呢 我可告诉你啊 当全职太太是全天下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职业 你要想好了 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你想要的吗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为了爱而失去了你整个人生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